看一下机壳 机壳的话组温还是在三四公分左右的组温 怎么样它是有幅度的上来 然后每个机条塔 我们之前的话都是用鲁线来做了一个定位收边 但有些的话像这种的话机条比较少 也是比较短 现在的话还没有去做 只是养机条 像上面这些的话就已经做了 书上我们做了以后也是通过去养护去修剪 现在冬天的话现在还没有 插面去修剪已经剪过了 给大家去看上 像这种的话是机前长出来的芽点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顶端的 顶端的话像这种的话是翘材的 我们是准备是用铝线来全部压平来做 像这种一样 做完以后就是平面了 这样子的话就是一长一长上来 步步高升 这个也是一样 书上的话顶端这机塔的话还没有做 就是翘材 之前的话是用铝线 在这里的话做一个铝线挂钩 挂上来 这边的话一样 顶端的话我们之前是剪掉了 不要那么高 游戏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这些的话有很多的树 现在只是保留在一米都高 主要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同样也是剪掉了 有很多的一些树我们是没有留的 包括这个也是一样 只是大概的高度可以的话就剪掉了 只是在每一个机条中显出来以后 显出来以后就把它做成云塔系的 一塔一塔的 看下如果说你们喜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一起来聊聊 看下生涯的话我们有机的话是不用上乳线 同样的话它已经平长了 因为的话就是通过来削减 这种的话削减 像这种机条比较少的 我们只是在养机条 以后的话再传面了去给它去定位 像这些的话到了春天我们就给它上一期 现在的话是长出来了 长出了很多的嫩芽 对吧 这就是在养护中我们在观察的 主观里面的话 如果说发现很多的一些芒芽的话 是即使给它去掉 所以这些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摘完一直 让里面的根式的话是通透的 看到里面了 可以看看 这就是罗汉松的一个成品 半成品的养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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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